陸委会主委王玉琪今天就要完成任务回到台湾 而在反台前夕 他跟大陆国台犯主任张志军查讯 这场王张二会两个人聊了两个多小时 也总算聊到了马熙慧 张志军也认为有一步就有第二步第三步 对马熙慧的态度更为开放 正在冲农边一起遥望东方明珠 陸委会主委王玉琪返台前最后一晚 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在上海和平饭店查讯上演王张二会 聊上海聊台湾也终于聊到了马熙慧 我知道你们要问那个问题对不对 对 我就直接对就是马熙慧 这个在闲聊的过程之中 两个人是有聊到这个问题 那双方就各自表达既有的立场 这一谈谈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马熙慧也变成可以想象的事 但身份和场合两岸态度分歧 王张二会并没有更深入探讨解套方式 就是在闲聊的过程中 闲聊的过程中听说 已经没有印象 我们已经各自表达 原来已经表达过的立场 不断强调双方都表达既有立场 而王玉琦出发前就说 APEC是马熙慧最好场合 但反观大陆 从这项议题发酵以来 国台办就明确表态 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 不需借助国际场合 不过王张会后 大陆方面正式回应敏感的马熙慧 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 从创王会到喜马会 你觉得中间还需要经过 就是什么样的调查 你给我设定了一个 带有一点陷阱的一个题目 我就是在想 走出了这一步以后 以后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我们希望每一步都要走好 每一步都让两岸的民众 能够看到每一步的成果 没有正面表态 因为对于我方参加APEC 大陆一直坚守西雅图模式的底线 也就是根据1993年APEC会议 不邀请台湾领导人的原则 但王张两人四天内两度碰面 更在茶叙中互探马熙慧底线 就看未来两岸能否在 这个不成文规定上达成领种默契 正式上演马熙慧 有段TV有家为李洛梅 陈军硕上海报道